作为日本两大国民级RPG的重要产地 史克威尔·埃尼克斯这几年的口碑 可以说是在跌落谷底的基础上 跌落谷底 要总结SE的狗屎操作 我可以给你们总结个三天三夜不带重样的 不过嘛 不可否认的是 SE尤其是史克威尔那块 在过去的确是有名阳世界的伟大攻击的 而创造这番攻击的人里 有一位相信各位是既熟悉又陌生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史克威尔众多游戏角色的轻跌 能者多劳的纠集劳动力 时尚的达人巨辱的爱好者野村哲也 野村哲也1970年10月8日 出生在日本的高知县 高知县过去被称作为徒祖 喜欢看大河剧 或者玩过如龙维星之类 日本历史游戏的朋友应该不会陌生 版本龙马 中刚圣太郎这些智士 都和这里有着不解之缘 可以说自古就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 所以野村那是打从妈妈肚子里 就吸收了这块林地的优良基因 从小就有很强的艺术造诣 18岁便怀揣着满腔热血 剑指江户 我是说东京 1988年正值日本泡沫经济 迈向最顶峰的时期 史最精迷的东京 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基本是不输如今地法 对于纯情小男生的吸引力的 说是遍地都是黄金 到哪都能赚钱 一点不过分 于是乎 对于从小就对艺术充满兴趣的野村 报考了东京的一所设计专业学校 在那边学习广告设计 不过嘛 讲是广告设计 实际上在专业课上学的 也不完全是广告相关的 在学习过程中 他还接触了像是服装设计 人物设计的一系列内容 这些内容对他来说 可能比主专业更有趣 这就是所谓的 跑主线不如做支线是吧 所以嘛 虽然主专业学的一般 但是这些个支线堆叠起来的经验 让野村毕业之后 怎么说也有不少可选的门路 诶 恰巧 那会有一个行业 特别缺各类人才 没错 就是电子游戏行业 野村看到这一家 叫做史克威尔的游戏公司 在不断招新 就业门槛也没有很夸张 他自己对这家公司的 最终幻想系列 也是有所耳闻的 反正刚毕业也没啥工作经验 先把钱赚到再说 于是野村在1991年4月 毕业之后 直接就入职了史克威尔 而作为应届生 他的第一份工作 那自然就是个 测bug修bug的 讲道理嘛 一个应届生 还想直接上关键岗位 多少有点想多了好吧 总之呢 那会儿史克威尔 正在全力开发 《最终幻想4》 野村就作为一名调试员 加入了这份工作 看过之前批划的兄弟们 对《最终幻想4》 这个游戏应该不会太陌生 他曾经出现在 高桥哲哉那期 高桥当时在史克威尔社内 也算是野村的前辈 他很快发现了 这个修bug的小哥 工作之余 总还瞎吐吐 而且画的东西 还有模有样的 似乎有那么两把刷子 于是很快 就和野村聊到了一块 两人经常讨论一些 游戏美术相关的话题 越聊越爽 也就成为了好哥们 高桥还顺便把野村 推荐给了当时 史克威尔的一把手 板口博信 板口一看 这个有那么点 文清气气的小伙子 虽然有点内向 不爱说话 但是手上的活儿 确实够多 的确是那会儿 游戏行业急缺的人才 那是喜欢的不得了 于是到了 最终幻想5开发的时候 野村直接从修bug的 转行到了怪物设计 设计了不少 有意思的怪物形象 而之后的 最终幻想6里 更是直接当上了 图形总监 见怪物设计 算是出尽了风头 所以那些 还没毕业的大学生们 懂了吧 进了新公司 最重要的事 就是和上次搞好关系 后面升职加薪 都能有盼头 扯远了 总之呢 在这么多人的帮助之下 野村在史克威尔的工作 突出一个平步青云 从刚入社的毛头小子 到一线领导 只用了短暂几年 而伴随着升职 一个更大的挑战 即将出现在野村面前 没错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最终幻想7 高桥折哉那期 我们也提到过 经历了六部FF的制作 在制作FF7的时候 板口博信也觉得 是时候 把更多开发的部分 交由年轻一代 所以开始只担当游戏制作人 当初为了FF7的剧本 史克威尔设内 也进行过头脑风暴 让有想法的员工 提交自己的设定 在那些设定里面 有两个板口非常感兴趣 一个来自高桥折哉 最后以异毒装甲的形式 出现在了玩家面前 另一个则是来自野村哲也的 关于肩负星球命运的少女的 环保主题故事 这个设定 让板口爱不释手 一眼就觉得能行 于是他把野村拉到小房间 两个人就格纳彻夜交流 最终敲定了一个 以高科技 写实世界观为背景 围绕模晃这一能源 展开的故事草案 在这之后 请来了在FF6时期 就与野村有过合作的 北赖家贩 以及野岛一城一起 合作完成剧本 这也是野村 加入到了史克威尔之后 首次参与到了剧本创作 当然现在大家也知道的 FF7是第一部3D化的FF 这对于史克威尔来说 同样是一个挑战 毕竟那伙3D这种新玩意儿 接触过的人算不上多 再加上之前2DFF人设 都是照着天野喜笑那种 相对来说 更加梦幻的画风来设计的 这种画风漂亮是真的很漂亮 但是做成3D的话 难度也是非常高 那怎么办呢 板口看了眼 身旁和自己一起 构思剧本的野村 这不有个现成的吗 野村 你看这剧本也是你负责的 你自己也很擅长做设计 写实风格难不倒你吧 要不你把人设也一并做了好吧 行嘛 这下不仅要负责剧本 还要弄人设 四舍五弱 算是一个人承报整个游戏了 所以在FF7开发的时候 你经常能看到野村上午 一个人同时画四份稿子 一会儿画画这一张 一会儿改改那一张 下午开会的时候 又要和北赖野岛一起讨论 要不直接抛音必决定 游戏中断是死地法 还是死爱丽丝吧 那会儿你看到史克威尔 有间办公室 下班了还亮着灯 十有八九啊 就是野村 只能说呀 出入社会 再加上平凡升职 确实能让人更加敬业好吧 所以呢 最后的成果 大家应该也看到了 最终花响七的亮相 在当时可谓是震惊四座 克劳德 爱丽丝 蒂法 萨菲罗斯 成为了无数玩家心目中的白月光 大家不仅对游戏本身 也对游戏里 那一个个鲜活的角色 充满爱意 野村也在这个时候 打响了名号 不是作为天野喜效的接班人 而是野村折野本身 不过嘛 人一旦有了人气 那活也要多起来不是 结果这下好了 不仅FF这块 人设要继续依靠野村 史克威尔那块 更是新出什么IP 都得让野村去参一脚 像是寄生前夜啊 五脏传啊 都是由野村参与设计人设的 FF8那会儿 建模虽然采用了真人等比例 但是很多原画的细节 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在协助五脏传设计人设的时候 他还尝试让游戏建模 与人设原画更加贴合 另外提一嘴啊 虽然野村很追求写实 不过在设计女性形象的时候 他还是有自己的原则 那就是胸部得够大 这是当初寄生协业 接受采访时候说的 所以嘛 你不难发现野村画的女性 大部分都还挺伟岸的 哪怕是7RE里 尤飞这个小姑娘 都属于发育的比较好的批词 起码感谢野村打在公屏上 如果说FF7 是野村在史克威尔生涯的 第一个转折点 那么第二个转折点 就得来到2000年前后了 当时有个比较有趣的事 那就是史克威尔的公司 和华特迪士尼 日本分部在同一座大楼 属于是你坐电梯上下楼的时候 两家公司的员工 经常能打个照面 聊个几句的程度 而史克威尔的乔本真思 是个很聊得开的人 就这么坐电梯的过程中 和迪士尼的人聊着聊着 有一天突然灵光一线 乔本说 你们那儿的动画很有意思 我家附近的孩子放学 经常围在一起看 迪士尼那儿的人说 过奖了过奖了 倒是你们家的游戏 那是真的牛逼 认识的人 平时玩的都是你们的游戏 两边的人目光一对上 你说要不然 我们合作一步怎么样 就这么个机缘巧合之下 史克威尔谈下了一个 和迪士尼合作的项目 但是具体怎么做 他们也没个准性 有一天 板口博信和乔本真思 正在办公室里聊这个事 野村呢 刚好来找板口汇报工作进度 听到他们聊迪士尼的联斗 突然一下 自己脑子里敞过很多灵感 于是工作汇报啥的 迪士尼的名人也很多 要不然就来个 我们师徒四人 加上他们师徒四人 和一个原创主角 一起冒险的故事 你们说怎么样 板口一听 确实哦 感觉这两边的流量都能吸到 还能创造新的流量 这个想法挺有意思的 要不野村这个项目 就交给你来做吧 哎 好的 我来做是吧 啊 行吧 这下野村直接一个人 包办一个项目了 项目本身还是沿用了 当时他们讨论的内容 不过迪士尼那块 不是很放心 所以并没有给到 米老鼠的版权 这次游戏的玩法 虽然史科威尔 最擅长的回合制RPG也不错 但是他更希望 做成动作交互更强的模式 所以他参考了相当多 马里欧六四的优秀设计 希望能在自己的这款游戏里 也做出足够有趣的相停关卡 并且在剧情方面 也得由野村自己 来进行主要的构思 可以说野村这下真诚大忙人了 但是能做一款自己的游戏 对于野村而言 其实还是挺享受的 虽然作品产出速度要慢一些 不过野村还是在2002年 将这款名为 王国之星的作品 带到了玩家们的面前 这款结合了迪士尼人物 与最终享养人物的神奇作品 配合上帅气的人设 与各种新奇的设定 一登场就吸引了相当多的目光 而游戏独特的游戏体验 也让这款看似两种画风 格格不入的作品 收获了大量好评 尤其在欧美更是疯狂 野村这下真的是 社内社外都人气倍增了 因为这次王国之星的成果 迪士尼那里也终于是 乐意把更大的IP 交给史科威尔来用 王国之星也因此成为了 史科威尔的一个新系列 然而野村的快乐日子 却也随着王国之星的爆火 即将迎来一段长期的成绩 没错 大家都猜到了 史科威尔被板口玩破产了 作为野村最重要的伯乐之一离开 本身就是一击重创 而之后史科威尔与爱尼克斯合并 新社长那更是来了一个极品 何田阳一 何田阳一干了哪些逆天事 相信不用我多说 他的任期内 SE的所有产出 基本都只有一点 向钱看齐 他不会管你攻击紧不紧 内容质量够不够 能赚到钱就行 而野村这种最擅长慢攻出细活的 几乎成了何田阳一手下最大的受害者 那会儿野村基本上参与了SE的大部分项目 不仅有手头上专属于自己的王国之星 在别的每个项目组 都有可能看到野村的身影 虽然咱们说能者多劳能者多劳 但是你也不能真的把一只羊 往死里好不是 结果何田阳一也是一个神人 他不管野村接了多少活 单纯从绩效方面分析 觉得野村干活效率达不到预期 于是对野村的不满日益加剧 然后野村又是个叛逆性格 你越催我我越磨叽 你不催兴趣我进度还能快点 两个人那时候互相都看不上 所以何田阳一选择 逐渐把野村从一线冷藏下来 同时又把一些原本属于野村的项目 转手交给他认为干活效率高的人手上 其中就包括野村投入了相当多心血的 最终换想V13 最后交给了田田端 以最终换想15的糟糕首发表现世人 何田阳一任期十几年 我估计是野村和大部分SE制作人 过得最痛苦的时光 不过换句话说 被冷藏的这段时光 可能野村也确实过了点悠闲日子 当初野村在媒体面前露面 还是一副牛郎风的造型 最近露面已经净险服态了 后面随着FF14首发问题等各种傻逼操作 何田阳一这个毒瘤也终于从SE滚蛋了 新上任的社长松田阳佑 相对来说更好说话一些 野村也随着新社长的上任解除了冷藏 又开始有活可以接了 最重要的是没有傻逼上司动不动就来干涉了 王国之星3DLC 直接把对FFV13的怀念之情 随行所欲的做了进去 起码现在的野村 确实是在做一些自己乐意做的事 小吉那里找野村去给FF14设计了人物形象 忍者组找他为Chaos 我是说FF起源写剧情 老朋友高桥哲哉 甚至请他为自己的异度神剑2设计BOSS形象 当然最重要的是 最终化想起重制版的诞生 让野村又有一次有机会 为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作品去魔改 我是说创作新的可能性 总之呢 作为SE的究极工具人 虽然咱们经常会开玩笑一样 骂骂野村 但是真当SE需要一款足够安稳人心的作品时 大家还是会选择把希望交给野村 可能这就是野村哲也吧 那么在这期批话的最后 我要送给野村哲也一把破坏剑 祝他斩断过去 开创未来 也希望最终化想起重申 能给SE带来新的可能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